大家好,我是迪卡文良版版主小蕾 我是瑞瑞 我是沈沈 我是君醬 我是Jesse 我叫爽子 我的名字是Bernie 我自己的性別認同比例是 0跟0 我覺得世界上可以不用有性別的區分 就跟衣服一樣可以不用有性別的區分 我是女生 對,我是小蕾的女朋友 我們兩個就是單純喜歡對方 性別認同比例是 女生是80,男生20 我是非二元 我不受男生或女生這個性別框架所定義 那我對自己的性別認同 大概是90%是男性 然後10%是女性這樣子 其實到目前為止 家人也好還是朋友也好還是同事 他們其實都還蠻喜歡這樣子的打扮 我的父母他們也算是相對 對性別概念比較傳統的那一份家庭 如果我們世代的價值觀不同 我會選擇離開我原本的家庭 然後我們彼此有些距離 這樣的距離帶給彼此一些尊重 我自己本來就 一直覺得自己是男生 只是反而我的朋友會很常 認為我的姓名是女生 工作長就有 男生制服跟女生制服的規定 當下是覺得很難過 反而帶男生的假髮去工作 後來過座一年真的是覺得做得不開心 我就離情離職這樣子 身為人你可以選擇不接受 你要能去尊重他人的一個行為 你可以在路上看到非常多 比女生還要漂亮的男生 也可以看到比男生還要帥的女生 其實對於這種東西 我自己是完全不排斥的 因為我會覺得這就在我生活當中 為什麼要排斥呢 大家如果能保持一種 看待這是一個大眾化正常的事情 那或許就不會有比較多的排斥 當然如果你害怕就是會有衝突改變 那你可以選擇沉默 但是我覺得這只會讓這種壞的現象 或是他們這種不好的觀念繼續 但是就是 踏出去之後就不會怕了 真的 就大家加油